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主持人子彤 首先来关注新冠疫情动态 截止到接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282万7649人 死亡人数为26万5425人 加州确诊病例为114万8080人 死亡人数为18885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高达6027万9170人 死亡人数为1420762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接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37万4134人 死亡人数为7501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汉巴1754人 阿克里亚723人 阿蒙蒙蒂5878人 孟特派1270人 罗斯密1261人 塞吉普960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71953人 死亡人数为1556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74361人 死亡人数为984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为80971人 死亡人数为1417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消息 假期将至各国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 英国周二11月24日宣布 外国旅客抵达英国后的几天 倘若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 隔离期可能会缩短 根据目前的规定 入境英国的旅客需要进行14天的隔离检验 从12月15日开始 旅客将可以选择在5天后 自付检测费用进行检测 如果检测的结果为阴性 隔离期便可以提前结束 在德国有16个州的官员 正在针对下个月的圣诞节假期 以及如何使家庭聚会更加安全 进行相关事宜的安排 各州已经就一项提案达成一致 各州将在假期前的几周内加强限制 以抑制冠状病毒的传播 然后放宽规则 允许小型的聚会 官员们定于周三 与总理默克尔讨论该项计划 意大利总理孔特提出 他个人对圣诞节假期的担忧 他星期二表示 人们不应该计划滑雪旅行 孔特说 不可能允许在滑雪场度假 后果我们承受不起 意大利是全球疫情爆发初期 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该国星期一成为世界上 第六个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的国家 西班牙是另一个疫情爆发初期的重灾区 跟许多地区一样 西班牙的旅游业急剧衰退 这个国家的统计局周二发布报告 10月份酒店预定数比同期下降了83% 这里兼业数又叫做兼业量 是酒店在某个时段内房间出租率的计算单位 一般酒店是以入住日期和离店日期之间的差值 计算的过夜数量 美国本周进入感恩节假期 人们对此感到担忧 在国内感染人数激增的情况下 美国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敦促人们 不要旅行和举行大型的家庭集会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全世界目前已有超过590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美国持续已超过1240万的感染病例居世界之首 其次是印度超过了910万例 和巴西600万例 全球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达到了大约140万 其中超过25万7000死亡病例是在美国境内 新冠疫情在美国几乎每个社区都没有减弱 根据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预测模型 到明年1月20日 美国将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达到惊人的2000万病例 是目前报告感染人数增加近一倍 这项预测是在全国新冠肺炎病例和住院人数激增之际做出的 自11月初以来 美国报告的单日感染病例超过310万 创下单月报告最高的记录 根据新冠跟踪项目的数据 美国的住院人数达到了令人痛心的最高点 共有超过85800名新冠患者住院 这是连续第14天创下的另一项记录 在加州住院人数在过去两周上升了77% 而加护病房的入院人数上升了55% 一些专家预测已经不堪重负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可能很快就会面临艰难的决定 即随着医院达到供应量如何实现医疗的配计 随着人数继续上升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美国人死于这种病毒 仅仅在过去的一周就有1万多人死亡 自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已有超过25万7600人死亡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于评估研究所的预测 未来两个月可能还会有14万人死亡 中东的巴勒斯坦卫生官员今天表示 加萨地区人口稠密 感染冠状病毒疾病的人越来越多 疫情正在失控 加萨市医院主管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 病毒在蔓延情况正在失控 巴勒斯坦自治区由约旦河西岸和加萨走廊组成 其中加萨走廊由武装组织哈马斯控制 约有200万人口 加萨地区的卫生部在11月20日到21日通报新增890起病例 创单日新高 到今天为止 加萨地区累计15,450起确诊病例 其中70人病故 加萨地区一所私人医院的院长说 加护病房病床数量很有限 药物也是 他说如果病例增加 就必须在照护年长者年轻人及罹患其他疾病的患者之间做一个选择 哈马斯组织的高级官员说 若疫情没有改善 卫生部做了最坏的打算 奈姆曾任卫生部长 他形容 医院系统已经走投无路 还有药物的严重短缺以及人满为患等问题 早在加萨地区3月22日通报最初两起确诊病例之前 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工作的联合国机构就警告 疫情若在这个地区爆发 情况可能会非常严重 加萨地区多数人口住在拥挤的难民营中 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的状况很普遍 而且以色列封锁这个狭长的沿海走廊地带已经超过十年之久 加萨走廊只有两个出入境关卡 分别是通往以色列和埃及 此外并无机场或海港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 这两个过境点几乎完全关闭 且哈马斯针对获准出入境的少数旅客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 以色列向来严格管控从爱瑞兹通行的旅客 以色列自2008年起与哈马斯打了三场仗 并声称为了防堵怀有敌意的哈马斯 封锁加萨有其必要 加萨地区的病例自8月起开始增长 哈马斯实行宵禁 且商店须于半晚午时打烊 另一方面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今天宣布再实施14天的宵禁 自周末起生效 这片地区由阿巴斯的政府理治 但实际上大多数受到以色列的管辖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说 疫情蔓延的状况令人忧心 因此自27日起 只有面包店药局和超市可于周末营业 并且要实行宵禁 根据统计 截至今天有280万人口的约旦河西海岸 累计57,740起确诊病例 其中570人病故 印度星期二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声明 对四十三款应用程序发布禁令 其中多数来自中国 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Ali Express 这是印度中国两国今年6月爆发边境冲突以来 印度对中国企业开发的应用程序做出的一连串禁令的最新一期 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 这是印度对中国的新一轮网络制裁 印度时报报道说 印度电子及资讯科技部在星期二说 这是根据资讯科技法颁布的禁令 被禁止的应用程序涉及的活动 威胁到印度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印度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秩序 这次被禁的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 包括阿里麦加 牵牛工作台 Alipay Cashor等以及一些约会应用程序 印度今年六月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拉达克地区 发生流血边境冲突以来 印度国内发起抵制中国制造的运动 印度还针对中国应用程序接连的发出禁令 在星期二的这次最新禁令之前 印度已经对一百七十多个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发布禁令 今年六月 印度宣布禁止五十九个中国应用软件在印度发行 其中包括抖音国际版 微信 微博 阿里巴巴旗下的UC News UC Bruiser等中国企业产品 随后阿里巴巴的UC网开始在印度解雇员工 今年九月 印度禁用了一百一十八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称这些应用程序分享用户数据可能对印度构成威胁 针对印度禁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九月三日回应说 中方表示严切关注 坚决反对印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 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格 中方敦促印方纠正错误的做法 阿根廷号角报消息称当地时间周三早晨 球王马拉多纳在家中突发心脏骤停去世 享年六十岁 随后阿根廷国家队官方确认了这一消息 今年十月三十日 马拉多纳度过了自己六十岁的生日 此前他刚刚接受了脑部手术 清除了脑部的血块 手术过后 马拉多纳就居住在位于蒂格雷的家中 马拉多纳在家中也有医护人员陪伴 以随时观察他的情况 据消息称 当地时间周三早晨 马拉多纳突发心脏骤停 媒体也拍摄到了救护车在马拉多纳家门口的画面 马拉多纳出道于阿根廷青年人队 职业生涯中先后效力于 伯卡青年巴塞罗纳布勒斯 塞维利亚和纽维尔老男孩队 1997年在伯卡青年队退役 在589场俱乐部比赛中 马拉多纳攻入了307球 在效力纳布勒斯期间 他率两队夺得一甲冠军 疑似夺下欧洲联盟杯的冠军 在1977年到1994年间 马拉多纳为阿根廷国家队出场91次 攻入34球 在1986年世界杯上 马拉多纳以惊为天人的个人表演 率领阿根廷夺冠 1990年世界杯又将球队带入了决赛 贝利和马拉多纳被视为足球历史上的两大球王 在国际球连发起在20世纪最佳球员的评选中 两人共同获此殊荣